翻开阅历 今年连续假期多 整年补班日就高达6天 像是下个月端午节连假 调整17号补班 一般上班族就要连上6天才能休假 让很多人直呼根本没有好好休息到 为了减少民怨 中央研拟 明年度连假 请向补班最少方案 将弹性放假 调整放假的范围 由现行应放假之纪念日 及节日 调整为除夕前一日 及儿童节及民族扫墓节 明年度连假采取平均分散 小年夜与清明连假 谈性放假 农历春节假期 在明年2月8号到2月14 一共放7天 儿童及清明扫墓 从4月4号放到4月7号 只有2月17号需要补班 这次行政院拍板最终结果 明年最新放假政策一出 民众看法两极 有人来的应该就还可以接受 可是还是要看工作不同 才会较有差这样 不喜欢补班 补班整个计划觉得很奇怪 一般如果你一般上班的话 你有年假 你如果真的要请长假 你直接用年假就好了 不需要这样子政府刻意 把我们安排这样种状况 虽然廉价多 民众消费力惊人 但这回中央拍板 国定假日弹性放假做调整 不用周末频频补班 也真正有助于减少企业 作业麻烦 三级新闻高官宣 下方明台北裁缝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